关系胡同事为了维持他干练的女神人设 自告奋勇在国际商务中做翻译 结果翻译过程磕磕绊绊 词不达意 导致公司千万大胆告吹 谈判结束后 他哭唧唧扑进我丈夫的怀里求安慰 嗯 他们突然冒出了句文言文 人家没反应过来 公司因为资金中转困难 大批员工被踩 丈夫和下属却摸着他的头宠溺道 别担心 谁没有出错的时候呢 我气得浑身发抖 商务翻译是双方利益洽谈合作的手段 不是你们能轻易懈怠的 因为你的失误 多少人失去工作 你好意思推卸责任吗 女同事自觉蒙羞 跑上天台要死要活 丈夫和下属怪我多多逼人 竟颠倒黑白 让我成了他的替罪羊 一直兢兢业业工作的我 成了所有人的眼中钉 我被迫辞职 甚至被业界封杀重鸣 求助无缘的我 在一个雨夜里失魂落魄 不慎跌入河中枉死 再睁眼 我重申回到了商务会议当天 This,This,同传间内 作为一名同传艺人的屈颜 竟是连一句完整的话都翻不出来 而上次还在持续输出 等待翻译的国外合作方 不满地看向屈颜 他眉头紧皱 竟突然转头向我的丈夫求助 李哥,怎么办呀 呜呜,人家不会翻译这句古文 上一世 因屈颜翻译时磕磕绊绊 语言不详 导致我撕千万大胆告吹 最终公司因为资金周转困难 大批员工被裁 失业员工几次三番要求翻译组给个解释 为了把屈颜摘干净 我的丈夫竟然和下属 指控我才应该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 我被迫引咎辞职 出于不甘 我只得向曾经的同事求援 却遭来白眼 被指责不配再入翻译界 激临崩溃的我不慎坠入冰冷的河中 死不瞑目 凭什么 我兢兢业业工作 从不敢有一次懈怠 却要为屈颜的错误买单 成了他的屁死鬼 出手避掉了屈颜的脉 凑近我自己的脉 一字一句翻译 我有条不稳的把双方的表达 完整准确的翻译出来 又见缝插针的弥补屈颜方才翻译的不足之处 半个小时后 谈判圆满结束 大单当场签订 而我也拎高度紧张 后背早已湿透 走出同船间 屈颜不停追问 婷姐 你为什么逼我的脉 我狠狠吐出一口浊气 仿佛有千万种情绪正在迸发 掐准时间 呼的一巴掌扇在他脸上 啪 翠响的掌音回荡在半空 我用尽了全身力气 裹着前世的恨意 毫无保留地还在了屈颜的脸上 屈颜被我打得一愣 整个人落在原地 我指向正在加班加点的同事 废物 你可知道 因为你的失误 这里面多少人会失业 屈颜眼角泛红 敏紧唇半 婷姐 我是第一次做这种大场面同传 人家 人家是紧张吗 自上个月屈颜被塞进我的翻译组 便惯会装可怜 掩盖自己学艺不经的事实 到处吹嘘自己干练的专业能力 让大家相信他 可这次事关紧要 关系到大批员工手中饭碗的问题 不是他撒娇退卸责任就能了事的 舒婷 闭嘴 我瞪了李柯一眼 没有金刚钻揽什么瓷器活 当初自荐的时候 信誓旦旦说保证不出差错 结果连一句最基本的古文都翻译不了 真翻咋了 单子没了 几百号人的饭碗 你负责吗 下属胡轩走来 尝试替屈炎解围 婷姐 屈炎这也是第一次嘛 而且不是也没酿成大祸嘛 我让你说话了吗 我怒喝倒 胡轩经在原地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严肃 婷姐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反诚相机道 他作为一名同传议员 翻译词不达意 甚至向旁人求助 毫无专业素养 你们却不停给他找借口 若非我及时就场 你以为这个单子能成功拿下吗 不指责屈炎 却来愿我不饶人 一定要等到单子黄了 公司资金周转不过来 大批员工备财 你们才会愧疚吗 吴轩还想继续辩驳 婷姐 我打断她的话 拽着她走到门口 你看看 全公司多少人 为了这个项目日夜加班 你要怎么付得起这个责 李柯和胡轩面露蓝色 却依然想要给屈炎辩解 别拿第一次做法子 既然自诩专业能力强 那怎么在翻译时要向旁人求助 我看你们也是没了脑子 翻译的职业素养 全然是忘了一干二净 我偏离眼如小猫兽精般 躲在丈夫身后的屈炎 如果你们再替她找说辞 别怪我不顾情分 我板着脸 完全没有可以通融的意思 丈夫和下属瞧见我的样子 暂且只得信心作罢 我冷力地盯向屈炎 安排到 接下来半年我会申请 让你不做现场翻译 你就好好辅助其他翻译做材料整理 再看看书提升专业能力吧 后天的总结会上 我要听到你的检讨 说完我便立刻转身离开 不想与这三人再多待一刻 且慢 李克突然叫住我 郑重其事道 这次商务会议 屈炎也是主要翻译之一 单子顺利签约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希望他也能在嘉奖名单上 我审视着泪眼汪汪的屈炎 翻译中途向旁人求助 领导还要对你感恩戴德呀 书挺你 屈炎他需要在公司站人脚跟 你这样抢工 太过分了 我无视他的话 继续反问 这单子能成功签下来 和他有关系吗 他连话都翻不完整 前期工作到底有没有做好 真这么爱做 想其成就别来上班 想找冤大头也找错人了 李克被我对得干瞪眼 咬紧了牙 一旁的屈炎 哭得更人见油脸了 整个身体干脆软在李克怀中 听见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嗯 你实在是欺人太甚 我没忍住笑出声来 如果今天不是我就成 你就等着被上司扒掉一层皮吧 还想用不属于自己的成绩 在公司立足 掩饰你那差劲的专业水平 我冷哼一声 只是保不住火的 如果你的水平 没有达到翻译组的要求 这辈子别想做现场翻译了 回到办公室 刚一坐下 我的助理急匆匆的来找我 停解 程主任叫你过去一趟 我眉头一皱 程主任今天不是在参加 一个翻译研讨会吗 听说是李克和胡轩 把他请回来的 而且程主任似乎很生气 助理补充道 程主任是我们公司 元老级的翻译官 是翻译界有名的大佬 他也是我刚入职时的直属领导 我的成长离不开他的指引 对他尊敬有加 带着疑虑和不安 我走进了办公室 屈炎一行人 早已在办公室等着我 愤愤不平地瞪着我 舒婷 别站着了 坐 程主任招呼我坐下 十分热情 但也不藏着掖着 屈炎毕竟是第一次做大型翻译 一是紧张很正常 你也不能质疑他的专业水平吗 如果你不避他的卖 说不定他就调整好了 这单子未必不能成功签下 舒婷啊 你还是过于一起用事了 但我也不是说你不对 只不过你不让屈炎做现场翻译 我觉得有点过了呀 程主任一复和气 却在三言两语间 把屈炎的严重性降到最低 也直接否定了我当时的做法 我正色反问 主任 你认为这件事是我的错吗 突然 一旁的胡轩抢到 主任说的在理 屈炎虽然是第一次进同船间 但是前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只是被现场的严肃吓到了 一是紧张罢了 你却强行逼了屈炎的脉 这不是让他努力打水漂了吗 李柯复和发难道 西人的临场表现肯定不如你 但门心自问 你自己不也是这么一步不成长起来的 你抢了屈炎的风头也就算了 还禁止他在做现场翻译 这不是断了他的路吗 这俩人一唱一鹤 仗着有程主任撑腰 便打算站在道德制高点审判我 我扫离圈办公室的人 能冷开口 西人时的我也从未在任何翻译 中途向旁人求助 别什么东西都拿来和我比 屈炎是我翻译组的人 各位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 别组的时候就不劳反了 他的惩罚是跑不掉的 够了 程主任面色异异地瞪着我 林舒婷 即使公司在看中你的专业能力 你也别想凭此在公司作威作福 我还是你的直属领导 有我在你别想处置屈炎 你这情绪不定的样子 实在不适合跟进公司活动 你手上几个大型会议的翻译任务 暂时交给小李和小胡吧 这几个会议的翻译 是我最近的工作中心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我和组内成员 已经连续一周加班到凌晨了 我转交出去这些工作之后 组内的成员却依然在跟进 而我彻底成了局外人 说完 程主任便要离去 猝不及防的变更 让我猛头转向 程主任罔顾事实 睁眼说瞎话 也要为屈炎做宝 更是让我一团满腹 为了让他免受惩罚 甚至不顾我们多年试图情谊 宁愿停掉我的工作 我在公司扎根多年 早已成为公司不可或缺的部分 单论我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 是多少个屈炎都比不了的 可程主任 我多年来敬重的前辈 良师 如今却变成了我不认识的模样 程主任 我猛然站起要距离力争 怎料被李克斯死摁在椅子上 舒婷 难道你忘了 刚入行程主任怎么对你的了吗 你怎么能因为这点小事 对于他闹不愉快 他作为公司高层 所做的决定 必然都是从公司利益角度出发 你不要太执拗了 李克和胡轩 怎么说我都不在乎 可程主任是曾经带我走上翻译的引路人啊 他告诉过我 身为翻译官的我们 肩上背负着文化交流的重担 妄言则乱 可如今 他所做之事 却与当初背道而驰 我气得头疼 仍然控制住颤抖的声音道 程主任 我不认同 我不觉得 屈炎在同船间的表现 只是一时紧张 我当时的决策没有错 程主任脸上的笑意逐渐消失 我以为你只是要强了点 没成想如此斤斤计较 屈炎并非持终之物 好好加以栽培 未来必能像你一样 可你何之于处处 针对于他呢 你如此容不下一个新人 依我看还是另寻他处 我们这个小妙放不下你 这尊大佛 公司其他部门的同事并不知晓内情 听了程主任近乎抹黑的言论之后 对我投一笔适合不屑 仿佛我正在扼杀未来的翻译新星 不愧是闲于此令的程主任 嘴巴一张一臂 便知我于不利 我钻紧拳头 正打算为自己辩解一二 这时人群里突然冒出一人 语调张扬 何必在此处成口舌之快 不如一起看看 当时同船间的录音不就行了 翻译水平如何 到底是新兴的紧张 还是废物的暴露 想必录音一放 什么都明了了 是沈洛西 她是飞越翻译研究所的研究员 年少有成 在业界口碑颇高 她曾多次邀我去她的研究所 可考虑到程主任对我的细心栽培 我数次拒绝 一旁的理科不屑道 这是我们公司的事情 沈研究员大家光临 不会是特地来看好戏吧 沈洛西也不恼 悠悠回复 林书廷小姐是我欣赏的翻译官 她 胡轩不耐打断她的话茬 够了 这是我们公司的事情 请你出去 沈洛西叹了口气 两位也是惊艳老道的翻译官了 怎里如此沉不住气 她语气坚定 让我安心 不过是一段三十秒的录音 如果屈炎真是被冤枉的 也好 还她一个清白不是 与爸 看戏的人忽拉凑上前 围得水泄不通 成主任一行人 再想包庇屈炎 也是不能的了 其中一热心同事 将录音笔连上蓝牙 为的就是让所有人 都听清楚当时的细节 沈洛西趁此机会接近我 讨好道 林组长真厉害 这么高难度的同传翻译 不仅能一字不落 还能兼顾新达雅的原则 属实是我等翻译员的凯模 她在提醒我 若再不跳槽 我的能力在这里 只有被压制的份 多谢夸奖 我淡淡回应 声音满眼失落 她开诚不公 你这样的人才 在这里只会被有些人排挤 来我们研究所吧 我愁愁道 好 我会考虑的 沈洛西还想为研究所争取一番 身旁的同事们一轮声响起 屈炎这在干什么呀 这种水平怎么能近同船间的 录音中 屈炎前段的翻译接吧 碰上南翻的古文 她竟耿叶求助 这是所谓的翻译新星 英语六级都比她强 要不是林组长逼了屈炎的脉 这单能不能签下都是个问题 突然觉得有点后怕 差点工作都要不保了 眼见风向逆转 程主任的脸色愈加难看 他们方才对我的一番指责 成为了罔顾事实 对屈炎的无脑维护 见场面一发不可收拾 胡轩突然呵斥 都这么闲吗 工作是不是太少了 我忍不住嘲讽 这不是来让大家欣赏 我们公司新兴的优秀表现吗 我故意在说优秀二字的时候 加重了语气 果不其然 他三人的表情更加耐人寻味了 我们公司要都是这种人 那不就完蛋了 平时吹嘘有什么用 真到了场上就露下咯 够了 程主任阴沉着脸 制止了议论 眼瞅着主任发火了 大家都不敢再议论下去 这件事都不要再讨论了 散了吧 说吧 他便气冲冲离开了 重视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我的信念轰然崩塌 我多年的粮食 如今为了维护屈炎 无视信手的原则 公司以及几百名员工的切身利益 他罔顾事实 只急着给屈炎找一个垫背 那么钱是我的悲惨下场 是否也有他的参与呢 答案不言而喻 我逐渐捏紧拳头 努力不让眼中的泪水砸下 谣言见息 众人做鸟兽散去 沈洛西例外 他像个考试难满分的学生 不停炫耀 我就说吧 是谁得实际考证才知道呢 想必贵司一定很大气 这种水平的人都能得到机会上场历练 沈洛西一边嘲讽 还不忘看向屈炎那个方向 屈炎坐不住 回呛道哪个新人不犯错 更何况这单子也成功签约了 我也做出了贡献 再说了 难道林组长就没有出过一点错 凭什么就逮着我不放吗 他越说越委屈 最后忍不住哭起来 甚是可怜 沈洛西不吃他这一套 有些人靠撒娇卖吃 就想门碰过关 还谈谈荡荡的自我标榜翻译星星 也是开了眼了 屈炎背对的面如土色 你 我 健壮 我不知道 怎么 这就说不出话来了 刚不是挺能装的吗 就你这个心理素质 我看还是趁早转行吧 屈炎只是张了张嘴 到底没有说话吗 李柯看不得我欺负屈炎 站出来英雄救美 林舒婷 得劳人处且饶人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冷眼瞧着李柯 我这丈夫满心满眼都护着屈炎 我今天太给你脸了是吧 啪 我用尽全身力气 甩了他叶尔光 我们离婚吧 算上前世今生的账 只是叶尔光真是便宜了这出生 离开现场后 沈洛西一直紧随其后 见缝插针就劝我去他的研究所 今天这么一闹 屈炎煞费苦心利好的人设 倒成了笑话 靠关系进来的屈炎立下干练人设 对公司其他同事已止气势 大家对他的插入本就私下付费 现在滤镜碎了 更没人把他当回事 天天吹噓自己多厉害 我看还不如我那个上大学的侄女 把这种人当宝 我们公司迟早要玩 举全公司之力想要拿下的大单 就差临门一脚了 找这么个翻译上场 也不知道公司怎么想的 我没心思看屈炎的笑话 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 既然这里容不下我 沈罗西的研究所 倒算是个不错的去处 可直接空降 到底名不正言不顺 我在业界的口碑自不必说 这些年来 多个重要场合都有我的声音 但除了这些 如若我的加入 能给研究所带去直接利益 岂不更好 我约了几个常年点名 与我合作的客户 这些年来 小心经营的人脉资源 必然还是牢牢攥在自己手中为好 今天约见的是一个外贸公司的经理 每年与这家公司合作带来的利润 甚至能养活一家小公司 事关重大 我特意让助理系绝一切打扰 正当我们聊到关键处时 屈颜疯癫癫癫地跑进来 停解 我求您了 您就放过我吧 我知道错了 一边哭诉 一边转动眼珠 看一旁的系经理 过了一会儿 采阳装吃惊地说 我 我是不是 又做错事情了 出去 我吏色道 屈颜将我板着脸 赖着不肯走 停解 我真的知道错了 您能不能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 屈颜不由分说 跑来想搅还我的合作 他这伎俩 在我眼里犹如跳梁小丑 我与系经理相视一笑 抱歉 我先处理一下这个麻烦 我起身 把曲言像第六小季一样 扔出了办公室 动静不小 引得同事议论纷纷 停解的助理都在三强调勿扰了 这屈颜就像听不懂人话一样 依我看啊 他不是不懂 人经着呢 想搞砸停解的合作 四季报复吧 处理好屈颜这个麻烦之后 我恢复了职业微笑 面向系经理 我们接着聊吧 送系经理出门时 他握着我的手 不管林组长在哪里 我们想要合作的 都是你这个人 期待未来与林研究员的合作 系经理离开后 我转身走向曲言的办公区域 冤有头 债有主 两室的谋害 凭什么他还能好好端坐在这 工位上的曲言不好好工作 一直刷着购物软件 你明知道我在约见合作方 还跑进来说些风言风语 你是何居心 我直接把曲言从工位上逮起来 停 停解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 只是太想要您的原谅了 曲言故技重施 想用糊弄李克那一套来糊弄我 可惜 我不吃这套 你不知道 我助理再三阻拦 你觉得 他为什么阻拦 怎么 高水平精英人设被戳穿之后 现在开始立起白痴人设了 不过这个人设倒是十分贴合你 用力 你本来就是 他被我对得哑口无言 嘴巴罢工了 眼睛开工了 眼睛里很快蓄满了水 只是委屈地看着我 李克及时出现在曲言前面 把他护在身后 看向我的眼神 却鄙不屑 林舒婷 你不要太过分 我挑眉道 哦 这不是我那前夫吗 怎么 这么快就无缝衔接了 不过呀 我还是想奉劝二位 不要养成偷经我狗的习惯 想要什么 光明正大来争 挑在我和谢经理他合作的时候 来捣乱 曲言那主脑子应该想不到 只有可能是李克穿多的 事不成 与他也无关 事成了 他便可坐收余力 当年谢经理所在的公司 本更主义于李克 认为男性更加靠谱 可惜李克是个扶不上墙的 在绝对的不公面前 还是败给了我的实力 也因为那个项目 我成功升职为 公司翻译组的组长 看着曲言和李克 落荒而逃的背影 我忍不住担心 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们没有如愿 并不会就此罢休 婷姐 不好了 曲言出车祸了 我的助理风风火火的 冲进我办公室 我正处理手上的工作 交接完毕就可以提离职了 文言 我头也没抬 直冷卧到 出了车祸就送医院 和我说是能买上之好吗 前世我因为这块小人的谋算 命都丢了 有谁心疼我 在公司门口 突然一堆记者围上来 林书亭来了 你好 我们接到爆料 说你利用植物质店 对公司下属进行打压 甚至动手 请问这是真的吗 并且这个女士 因此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过马路时心不在焉 才出了车祸 你对你的所作所为 有什么要说的吗 这段时间 我一直周旋于一些合作方 并没有关注屈言的事情 保安费尽赶走了记者 我才勉强进了公司 正当我一律从生时 胡轩走了进来 面色阴沉 被记者连环追问的感觉 怎么样 我皱了皱眉 你平时欺压我就算了 还总拿巧小言 今天就让你也好好尝尝 被人追问的感受 没想到 他竟一直是我的教导 视为欺辱 怀恨在心 我的眼神冷下来 所以 你想干什么 听说你在准备辞职 要是爆出你霸凌下属 研究所会要你 你谈好的那些合作方 会信任你 哦对了 我忘了提醒你 你那个沈洛西 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帮你说话 被人误会 你俩有奸情了 你的离婚手续 应该还没有彻底办下来吧 你疯了 我气血翻涌 太阳瘸秃秃坐跳 他看着我的表情 更加兴奋 近乎癫狂地笑了起来 我很快冷静下来 你筹谋这些 是为了屈炎吗 你有没有想过 屈炎对着你说的那些话 是因为喜欢你 还是想要利用你 到时候屈炎坐收于力 你被开除 你觉得屈炎 会跟一个没钱没工作的男人吗 我打开电脑U盘 点开一份文件夹 这是我家监控 你好好看看吧 视频中 我不在家的时候 屈炎和李柯 在我家稳得热火朝天 一路从玄关拖到卧室 满屏香烟 你是若珍宝的女神 就这样上了别人老公的床 你做的这些 不过是为他二人做嫁衣吧 他的脸色突然铁青 双眸心红 不 不是这样的 小言说要和我一起努力 我们会有幸福的 你醒醒吧 趁现在事情还没有彻底发酵 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你去向记者澄清 并且公开向我道歉 我可以保住你的工作 我理智应对 可胡轩眼中只闪过一丝犹豫 眼色一沉 我可以把你拉下神坛 李柯也是 到时候小言只能跟我 下一秒 他伸手就要抢走我手里的U盘 我眼睛手快 反前住他的手腕 掌声叫来了助理 胡轩暗骂几句 不得不作罢 我看着他愤愤离开的背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人品抹黑 确实是成本最低 见效最快的方式 可轻者自轻 澄清也不是难事 入行以来 我给予过帮助的人不计其数 有业界新兴 行业大佬等等 我很快联系了他们 请求帮忙澄清 关于我的这则不实传闻 胡轩大概也没想到 自以为能利用流量 站在道德制高点审判我 可惜 我文件夹里的那些视频 够打脸的了 在爆出我80下属 那则新闻的第三个小时 我就整理出了16张图 以及三个视频 发在了我的社交平台 不是自证 可以看出 陆航这么多年 我一直热心帮助同事 耐心解答下属的疑问 并非如传闻所说的那般 视频是铁证 一个有抑郁证的人 怎么会出现在别人家 勾引别人老公呢 贴子一经发出 网友的热议甚嚣尘上 天哪 原来我们错怪 临翻一官了 要是我刚入只能碰上 这样负责的上司 能少走好几年弯路 这屈炎完全是个不老实的 居然爬到领导老公床上去了 怎么没被车撞死 落在我身上的谣言 土崩瓦解 而屈炎成了众矢之地 很快 一条格格不入的评论 发出了质疑 那是研究员呢 传闻刚出来 他就给你澄清 难道你敢说 你们俩没有语举 这条评论 我并未理会 帖子发出不到一小时 我的电话响起 舒婷 来我办公室一趟 电话里程主任 语气严峻 不容我拒绝 领导并不在乎事实真相 他们更加在乎 我的事情 损伤了公司的名声 这种谣言 你澄清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发的几个视频 你知公司的颜面于何地 我心中一凉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把那个视频删掉 你和李柯不是离婚了 你有必要把视频发出来 人家屈炎一个未婚女性 你让人家以后怎么办 看着程主任急言吏啬 对我不步紧逼的模样 这些天因为离职产生的内疚 瞬间烟消云散 韦石不值得 我不会删掉视频 走到今天 完全是他三人就有自取 我目光灼灼 毫不退让 公司的颜面 自今日起与我无关 我们好聚好散吧 看着他恶然愤怒的面孔 越加争吟 我转身快不离开 共有从前 各有未来 我在社交平台上发完这句话 一并改掉了平台认证 网友纷纷留言 听说真正被霸凌的 其实是林舒婷 上次那个国际商务洽谈 屈炎捅了好大的篓子 多亏了他 单子才能顺利签约 就这 还差点被停职呢 失去了林舒婷这样的翻译奇才 红话实在是得不偿失 飞跃真是好福气啊 其中也不乏质疑 我与沈诺希关系的 那你和沈研究员 未来就是同事了 我简单对此做出了回应 很快 我办好了离职手续 在我离开公司那天 李克和胡轩也在收拾东西 他和胡轩因为私德问题 被开除了 出了这等丑闻 大概今后有头领的公司 也不敢要 而屈炎因为车祸 子宫受损 失去了生育能力 但据闻 他是城主任的外生女 到底没有被开除 被调去做闲职了 搬着东西走出公司大门 重生之后紧绷的那根弦 他终于松了下来 突然 在不远处 我看见了沈诺希 他拿过我手中的东西 喂 要不要去我们研究所看看 可不比你们公司差哦 我仰头看着他脸上洋溢的笑容 好